第169集 看到这三个字的第一感受,张东想摔手机,但是想到手上的手机值不少钱,已经做出摔头姿势的胳膊硬生生挺住了,深呼吸好几口气,张东才让自己情绪平息了一些。 如果对方偷了东西就走,张东认了,对方技术过高,他甘拜下风,对方耍他,恶作剧一般将手机和手机卡到处藏,他全当对方找乐子。 现在对方竟然还发个短信过来,虽然只有三个字,但却透着一股浓烈的嘲笑意味。 张东感觉自己脸上被抽了一巴掌之后,又挨了一拳,很显然,对方没有收手的意思。 张东现在担心的是,对方会不会再次光顾这里,甚至会盯上他,做出什么威胁生命的事情。 张东越想越焦躁,毕竟平日里做的很多事情也见不得光,就算当时刻意忽视,一旦遇到某些事情,负面情绪就会直接飙升。 死死盯着屏幕,张东抓了扎头发,按下了拨打键。 猜测毕竟只是猜测,张东希望直接跟对方谈谈,敞开天窗说亮话,就算牺牲一些利益也无所谓。 只是,拨打后,张东听着电话里公式化的语音,再次气得差点摔手机。 对方电话已关机,打不通。 绕着房子走了几圈,张东决定暂时换个地方住,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于是,他立马打电话找人租了另一个地方,当天就打包行李走了。 相比起张东的疑虑和焦躁,正探这边过得还不错,给对方发完短信就直接关机。 他可不想废话太多,而且还要省电呢。 手机确实是个很方便的东西,相互之间的交流也看不到对方是谁,玩不了电脑,玩手机也不错。 不过,想起查话费时了解到的余额信息,正探又烦恼了。 充话费对别人来说是个相当简单的事情,不管是去营业厅还是找人带充都行。 但对于正探来说,这是个技术性难题。 要怎么做,才能在别人不知道不见到正探的情况下去充值。 钱? 正探有。 小幼子、焦远和焦妈的私房钱,以及焦爸的银行卡,正探都知道地方。 但是,正探不想去动用他们的钱,说他纯也好,说他倔,爱面子,死脑筋也好。 总之,偷焦妈他们的钱去给自己充花费这种事情,正探做不到。 即便早已打算将卡里的钱给交价的人,但正探觉得那是另一回事,不能放一起说。 不告而拿即为偷,正探可以对张东下手,对不认识的人下手,但是对焦家的人,正探心里那个坎过不去。 回家拉开猫耙架上的抽屉,看着里面的几张卡,这里面的钱不少。 正探有一次见焦爸注册网银后,登陆看过余额,正探自己都吓了一跳。 可惜,就算卡上的零再多,正探也拿不到一毛钱。 不是说焦爸将这些钱给挪出去,而是正探根本无法去取钱。 取款机那儿都有摄像头呢? 附近充花费的,好像也没看到有刷银行卡的。 要是有刷卡充花费,正探还能趁没人的时候偷偷过去找机会刷卡充值。 让人帮着冲,正探不怎么愿意,他还想用这个手机号做点其他事情,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怎么办呢? 正探趴在阳台上思索。 四楼那边传来嗦嗦的声音,那是四楼的剑鸟在培养艺术情操。 此刻,将军咬着笔杆子在那儿画画,将军的四楼为了防止这家伙再出去祸害人,又教了他一些东西。 而其中画画便是将军现在感兴趣的事情。 每天没事就咬着笔杆子在那儿画画。 他四楼谭教授还专门买了个画板,用的笔也是环保型的。 这样既能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别出去拉仇恨,又能让他住嘴。 学习能力太强,导致这家伙的嘴越来越贱了。 不封住嘴,他能气死人。 军科院的人现在还在被其他学院的笑话,将军的信息也被大家给翻了出来。 不过,也听说军科院有人根据将军的原型制作了动画版的聊天动态图,放在网上下载量不少。 连谭教授的聊天动态表情都用的是他。 政探从阳台上探出头,看了看将军的画,不知道画的什么东西,估计是抽象派的。 画完之后,将军歪着头看了看, 然后抬起大爪子,将旁边搁着的板擦抓起,将画板上的画擦掉,继续他的艺术生涯。 看着将军用嘴咬着笔画画,正探突然想到,自己也能写能画,可以试试通过这种方式找人带冲,不过这里面存在一定风险。 要解决冲画费这个技术难题,第一个是要有现金。 网银支付这种方式,正探现阶段是别想。 怎么能搞到现金? 而且还是凭正当手段搞现金。 这天,正探跑去小郭那边拍新一期的宣传广告。 小郭店子里吸引顾客的并不是那些宠物用品。 如今最主要的,就是小郭他们宠物中心网站上按期发布的宣传视频。 每到发布日期的时候,就有一大批宠物中心的客户和凑热闹的网民们厚在电脑前等,然后在一些视频网站里面分享,或者截图在论坛里面讨论,吸引关注。 这期正探的道具是一个小背包,这次扮作一个登山者。 不过在拍摄的时候,其他几只猫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情绪不太高。 拍摄的时候不太配合,耗费的时间久了一些。 本来应该下午两点就拍完的一段短视频,到三点了还没完成,正探也已经相当不耐烦。 小郭在旁边发愁,让手下的人却安抚另外几只猫。 至于正探这边,黑探啊,咱商量商量,再多坚持一个小时,好吧。 小郭看向正探,合作这么久,小郭也知道怎么来跟这只猫交流意见。 正探没理他,趴在旁边半闭着眼趴着,心里正思考怎么去搞现金,对面前的小郭一副懒得理会的样子。 小郭说了半天也得不到反应,准备掏支烟出去抽抽。 掏兜的时候发现,兜里还有张五十的纸币。 一时兴起,将五十拿出来在正探面前晃了晃。 咱再坚持一个小时,这五十块钱就给你当加班费了。 原本小郭只是抱着一种开玩笑的态度,换过手里的钞票之后,就打算放兜里,然后出去抽烟。 没想原本连眼皮都懒得抬的猫,立马就站了起来,精神抖走的。 小郭愕然,他感觉刚才这只猫见到钞票的时候,眼睛都闪光了。 顿了两秒,小郭将已经半插进兜里的钞票拿出来,在这只猫面前慢慢晃了一遍。 然后看着面前的猫双眼,跟着那张钞票挪。 卧槽,这么见效! 正探的酬金,小郭一直都是直接打到卡上,但小郭没想到现金的效果这么好。 早知道这样能激起这只猫的工作态度,他早就直接拿出来了。 不过,以前这种事情发生过吗? 小郭摇摇头,记忆中没有,不知道是没碰到过,还是忘了。 黑探啊,小郭将钞票折了折,塞进正探背着的小背包里面。 加班费给你了,咱开工。 开工? 现金的烦恼解决了,正探现在的心情相当不错。 而那边几只猫因为工作人员的安抚,现在情绪稳定了些。 所以,在大家都很合作的情况下,正探在剩余的时间里面相当卖力,特别配合,非常耐心。 不像以前那样看到其他猫出错就恨不得上去拍巴掌。 小郭在旁边拖着下巴看着那边拍摄,心想着以后要是再碰到这种要加班的情形,就直接钞票解决算了。 反正五十块钱现在对他来说真不算什么,能够让那只猫这么配合,实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正探在拍摄完之后,也没将身后的背包道具卸下来,小郭也没说要,就让正探直接背了回去。 回家之后,交员想要看正探的小背包,正探都没给,他决定以后去宠物中心就背这个。 现金有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去将这五十块钱给充花费里。 原本正探想着写一张纸条连带现金一起放在带充花费的地方,但是,正探在溜弯的时候发现还有另一个途径可以充值。 在往学生宿舍区的那条路上有一个报刊亭,正探在那蹲点观察了几天,发现每天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报刊亭的那个阿姨就会趴在那里睡一觉,她也不怕别人去偷报纸。 这里学生的整体素质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学校里相对于外面来说,安全性要大出许多,她不用担心有其他意外。 就算有学生过去买报纸买卡,直接将她叫醒就行了。 正探脖子上套着那个黑色的零钱包,手机并没有带着,里面装的是那五十块钱的现金。 在报刊亭的那个阿姨趴下睡着之后,正探将零钱包放在灌木丛后面,她自己则叼着五十块钱从窗口跳进报刊亭里面。 现在叼东西已经越来越习惯了。 此刻周围没人走过,而且这里也没有摄像头。 正探跳进去之后,看了看趴在那里睡觉的人,对方还睡着,能听到轻微的憨声。 之前也是确定这位阿姨睡觉很沉,才决定找这里下手的。 充值卡的盒子就放在窗口下方一个柜子上,并没有将装卡的盒子盖掩饰。 估计到这里买卡的人多,她懒得盖。 正探将钱放在旁边一个零钱的钱盒子里,装大钞的正探没看到,估计被藏起来了。 然后,正探来到装卡的盒子旁,便找出一张通信运营商匹配的面值五十的卡。 叼着听了听外面路上的动静之后,快速离开。 藏在灌木丛后面,正探看了看报刊亭那边。 那位阿姨还在睡觉,这才松了口气,将拿到的卡放进黑色零钱包,拉链拉好,然后带着包跑去树林那边。 躲在树洞那里,正探按照电话里的语音提示输入卡号和密码。 当手机上收到短信显示充值成功,以及里面的余额后,正探心中无限感慨,区区充花费,竟然还要这么折腾。 不过,充值也不能每次都这样,今天也算是运气不错了,要是到时候报刊亭换个人,或者直接关门,正探就又得烦恼。 所以,他决定这段时间有空去找找其他法子。 正探又去了那个老居民社区一次,发现张东搬走了,颇有些异性阑珊。 他还打算再耍那人一次,没想到倒了一次乱,那人就吓跑了。 不过,走了人,手机号换了没? 正探直接拨打了那个电话,发现对方原本的号码已经打不通了,还真够彻底的,就这样能跑得了? 正探每天都会去幼儿园那边一次,找机会翻了下小白老师的手机,将张东的新号码记了下来。 这次正探没有立刻就发短信吓唬他,发过去那人肯定又换号。 正探懒得折腾,先记下号码,要是啥时候那人又被正探碰到做坏事,再去整他。 正探现在只能自己找乐子,他不指望以一只猫的身份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样他几条命都不够丢。 不是说人心险恶,并且自己智商不高,连法律都不会撑起保护伞,单靠道德约束有毛用,正探可不愿意将自己的小命托付给道德。 藏手机的树洞现在干燥许多,或许因为季节的原因,这时候气候本就比较干燥,也省去了正探一些事情。 这天,正探跑去天桥那边走了走,最近昆爷那瞎老头没在天桥上拉二胡了,刚开始正探还以为那老头生病了呢,一把年纪正式不干,总跑天桥拉二胡,生病也大有可能。 可是有次碰到小九,听他说昆爷只是去找老朋友叙旧了,过几天才回来。 昆爷不在,天桥上也少了一些小商贩。 正探经过天桥的时候,还听几个常驻天桥的商贩抱怨,他们最近在天桥摆摊都忐忑着,生怕啥时候来城管了。 有几个商贩直接换地方,等瞎子回来,他们再过来这里。 正探还去工地那边看了看,不该叫工地,现在应该叫恒武广场,虽然还没完全开放,但是,已经有一些商铺开始营业,人暂时没有多少。 不过,再过段时间就未必。 看着一天一个变化的恒武广场,正探感慨时间过得真快。 听说叶浩他们会在这边也搞一个类似夜楼的会所,到时候正探也能经常过去溜溜了,省得每次去夜楼还要蹭车。 不过,这块地方建一个会所,档次肯定比不上夜楼。 毕竟这边的主要消费者是学生,而不是那些已经工作的白领和社会精英们。 无所谓,有地方消磨时间就行。 正探跳上一栋居民楼,看着恒武广场那边,琢磨着晚上带手机过来拍个照留念下。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正探背起自己的新背包,脚步轻快地出了家门。 客厅里,娇妈看着正探的背影,对沙发上看新闻的娇霸道。 你说黑探现在每天晚上背着个背包出去干什么? 难道她真的很喜欢那个背包? 哎,早知道,我就多给她买几个了。 当初给她买衣服她都不穿,我还以为她不喜欢这些东西套在身上别扭呢。 原来是喜欢背包,不喜欢衣服。 上次她看到自家猫背了个小背包,没几天就又换了个大些的,看来是真喜欢背包这东西。 新背包看着确实不错。 嗯,到时候闲着没事,也自己做一个给她吧,换着背。 哎,说回来,就这么纵着她出去,会不会玩得性子更严? 娇妈担忧,娇霸文言头也没抬,依旧看着电视,嘴里说道,给她点隐私空间。 娇妈张了张嘴,还是没出声,端着桌子上的碗碟去厨房洗碗的。 正探这个新背包是全黑的,套身上乍一看去还真不容易分辨出来,像马甲一样。 上面两侧有一个拉链,而且恰好能够放那个翻盖手机。 正探在宠物中心看到这个背包之后,就直接过去背了,小郭看到也没说什么,默许。 有了新背包,正探出去还能带上手机。 背包比零钱包方便,背上包就跟穿了个马甲一样,便于行动。 今儿晚上正探就打算去恒武广场那边拍照。 晚上能注意到正探的人很少,就算看到了,也不当一回事。 瞧见正探的背包也就当是谁家给宠物买的宠物服装而已,不会深究。 周围央宠物的多。 来到恒武广场附近,正探找了个适合拍照的地方。 恒武广场那边,高矮不一的建筑边缘闪烁着灯光。 这里两年前,还是一片谁都不敢靠近的废弃工地。 只是,他高估了这时候手机拍照的效果。 而且这个翻盖手机虽然在市场上价格相对较高,但也算不得多高端的牛逼机型。 镜头对上那边之后拍照出来,正探看着感觉蛋疼,直接删掉。 真是的,还打算拍个照片走文艺路线留个回忆,看起来玩文艺也不是啥时候都能玩的。 从恒武广场的另一边走出去,正探看了看打通的几条道路。 最近他将这边也摸熟了,想着要不要再去其他地方转一圈。 就算不能拍照,感受一下夜间的城市风景也不错。 从恒武广场这边到繁华的商业街那里并不算远。 工地完工道路打通后,这边几条路也将逐渐繁华起来。 离开恒武广场,正探没打算继续往商业街那边走。 正准备转身去另一个地方时,正探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那人正是被正探吓得搬家的张东。 张东身边跟着个长得挺清纯的女孩。 不知张东又说了什么,引得那女孩无嘴直笑。 两人之间的一些动作也透着亲密。 据正探所知,张东和小白老师好像还没传出感情破裂的消息。 小白老师依然是平时那样子,情绪也没什么波动。 有时候还跟张东发短信,满眼都是恋爱中的甜蜜。 这么说来,张东这家伙是脚踏两只船。 丫头,又装手上了吧。 正探借着旁边的绿化道跟着那两人往商业街那边过去。 那边除了一些商铺、超市和娱乐场所等之外,也有小区。 张东和那女孩走进一个小区,正探也跟了过去。 不过她走的不是大门,而是翻墙。 那边门口几个小区保安盯着呢。 虽然他们未必能对一只猫投掷多少注意力, 但正探总觉得跟踪这种事情还是隐蔽些的好。 那两人来到一栋楼下之后,张东并没有跟着进去。 两人在楼下说话,有种难舍难分的意思。 听他们说话,正探知道,女孩跟父母一起住。 张东新租的房子也在这个小区。 不过两人不是同一栋楼,认识没几天,感情却发展迅速。 正探躲在花坛后面,从背包里拿出手机,关了闪光和拍照声音, 调了焦距,对着那边拍照。 照片有些模糊,需要仔细辨认。 拍了好几张,正探都不满意。 这年头手机拍照效果真差。 等那两人腻歪完了,女孩进楼,张东才不舍地往另一栋楼走。 正探对着周围又拍了几张照片,将小区的名字拍了下来, 然后选了几张照片给小白老师发过去。 小白老师的手机号,正探是从幼儿园的小朋友那里知道的。 有一次,正探去看卓小猫阴人, 那破孩子忽悠人家大半的孩子背银行卡号, 结果人家背不出来,用电话号码代替了。 背坑的孩子还很自豪地背出了家里人和一些亲戚家的座机号加手机号, 其中也有小白老师的。 背完之后,还信誓旦旦地说回去之后就背银行卡号。 小班的卓阳能背,他们这些大班的凭什么不能背? 只是,卓小猫那破孩子背的是银行卡号吗? 那明明就是圆周率。 那种带小数点的,并且数字明显不对劲的号码。 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们压根不了解, 他们甚至不怎么明白银行卡的意义, 只是相互之间较劲而已。 其他的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那时候除了被啄小猫坑的孩子, 周围也有小朋友争相被电话号码。 其中小白老师的电话号码正探听了好几次, 翻他手机的时候也看过。 回想了一下,正探输入手机号, 将图片发了过去。 70集 晚上,小白老师在家里正在准备明天上课的东西。 突然手机提示收到信息。 这个时候,他以为是男友张东, 没想到是个陌生号码, 而且还是带图片的。 这类似的信息他也收到过, 一般都是广告或者其他垃圾短信, 所以他打算删掉。 但是,手指放在删除键上时又停住了。 想了想,他挪动手指点了打开。 之前发图片短信以及一些骗人采信的都不是这种手机号码, 所以他决定点开试试, 大不了多扣点话费。 让他震惊的是, 这条信息里面所说的内容。 夜晚的图片拍摄本来就不怎么清晰, 又经过适当的压缩处理, 就更模糊了一些。 不过,照片虽然模糊, 但小白老师对于自己相处这么久的人还是了解的。 他能从这张照片里辨认出里面那个男人就是他现在正相处着的, 每天发短信都称呼他亲爱的的男友, 而照片里那个女的他根本不认识。 好几张照片, 其中有两人牵手的, 有两人拥抱的, 即便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但看这种相处模式, 绝对不是普通亲戚朋友该有的。 郑他还很贴心地输入了几个文字说明, 哪个小区, 大概几点, 张东跟哪一栋的女孩子在干什么, 什么时候出去逛街等等。 图片和文字都像是一盆含着冰渣子的水, 将小白老师从头浇到脚, 浇了个透心凉。 正探不知道小白老师看到短信后是什么反应, 他还想过小白老师会不会补看信息, 直接将信息删除。 等第二天过去幼儿园, 看到小白老师的状态, 正探知道, 他看到了, 而且情绪有些不对劲, 面色带着苍白, 连朝孩子们笑的时候都透着明显地勉强。 看到小白老师的样子, 正探有些怀疑自己这样做法是不是不妥当。 想着以后不管这事让他们自行发展之后, 正探来到树洞, 打开手机准备玩游戏, 锻炼自己的猫爪子按按键, 没想到一打开就收到短信, 昨天零点左右发的, 来自于小白老师。 你是谁? 凌晨两点, 你能帮我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来电的提示, 号码有这个业务, 上面显示是三点左右打过来的。 捉贼要捉脏, 捉尖要捉霜, 光凭着几张模糊的照片, 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正探估摸着, 那边张东肯定会花言巧语给遮掩过去, 不过看小白老师这样子, 这次应该没有被轻易骗过去, 他这个年纪谈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碰上这事, 就算一时被张东用借口理由给糊弄过去, 心里还是会有个梗, 而小白老师让正探帮忙的就是拿证据。 听小白老师这话, 张东这人有前科啊, 只是张东是个能人, 以前不知道是怎么说服小白老师原谅他的, 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事情, 这次小白老师不打算轻易接过。 平时工作日, 小白老师都在忙着幼儿园学生的事情, 就白天那大笔的时间, 足以让张东干很多事情了, 帮着盯人, 这是对于正探来说其实不是多难的事情, 只是无聊了些。 在用短信简单交流了一下之后, 正探没有直接给答复, 如果是人的话还行, 猫大白天的行动其实不咋方便, 而且白天正探不好带上手机。 这天, 正探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往张东新租的小区那里走。 他在这里观察了几天, 张东最近收敛不少, 就算碰到那个女孩态度虽然依旧热情, 但估计是被小白老师责问过, 没那么腻歪了, 而且大白天的, 正探也不觉得这人会做啥。 张东就在附近一家小公司上班, 离租的小区不远, 正探也懒得一直跟着, 就当溜达了, 碰上去就跟过去看看, 碰不上就自己溜弯。 这边有家小宠物店外面放着两只龙猫挺有意思, 正探每次经过的时候就蹲在那儿看一看, 其实, 正探主要看的还是被龙猫吸引过去的妹子。 宠物店将两只龙猫放门口吸引了不少过路的人, 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 现在围在那里的估计是上午每刻出来逛街的几个大学生, 正探的视线跟着那边几个女孩子移动, 中间那个身材不错, 腿长腰细, 笑起来还有俩酒活。 等那几个女孩子消失在来往的行人之中, 正探准备收回视线。 突然, 正探视线一顿, 他看到一个摩登女郎, 大波浪卷的长发看似随意地披散着, 不同于刚才几个女学生的装束打扮, 时尚而成熟的韵味让人眼前一亮。 虽然衣服的颜色在人群中并不显眼, 但不得不说, 这女的不管是脸蛋还是身材, 还是一举一动所呈现出来的气质都让人着迷。 不过, 最让正探挪不开眼的是, 刚才他准备收回视线的时候瞥见的那一幕, 以及那之后女人勾起的红唇。 刚才有个正在打电话的人匆匆走过, 那位摩登女郎往这边走来, 两人相对而行, 错身的时候肩膀撞上了, 摩登女郎歉意地笑了笑, 还低声道歉。 那个打电话的中年男士盯着女郎愣了几秒, 才赶忙尴尬地说没关系。 等两人错开之后, 那个女人面上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而从正探的角度, 恰好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画面。 在两人撞上的那一刻, 打电话的中年男士兜里的钱包已经移位了。 看到后, 正探不得不心理感慨, 果然是人不可貌想。 正探还没感慨完, 就见到那个摩登女郎笑意更深, 盯着一个方向招手。 正探顺着那边看过去, 马路鞋对面, 本该在上班的张东急不可耐地跑过来, 差点撞上一个低势。 这两人认识? 也是, 都是头, 而且这两人长得都还不错。 虽然正探很看不起张东, 但也不得不承认, 这丫长着一张很吸引女人的小白脸样。 两人应该很熟, 相处模式完全是老友, 甚至还多了一些暧昧。 不, 不应该只是暧昧, 那些小动作和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让正探确定, 这两人绝对绝对有意退。 简直了, 这哥们儿真牛, 原本正探以为张东脚踩两只船, 现在看来, 还不止, 或许这只是冰山一脚。 大街上两人也没有做啥太亲密的事情, 张东抬手拨动那女人塞边的长发, 顺着发丝往下滑, 手指擦过女人胸前那高挺的双风, 视线也带着暧昧扫过去。 挪到一处的时候, 张东手指轻微一弹, 刚才偷的钱包也放在那里, 只是被外套遮掩着, 不容易发现。 女人将墨镜取下来, 得意地看了张东一眼, 然后挽着张东的手臂, 两人离开。 正探跟了上去, 既然碰到了, 就帮小白老师盯着点儿, 只可惜这次出来没带手机, 不然还能叫上小白老师过来捉奸。 张东现在心情很不错, 他昨天联系到这个亲密接触过的朋友, 知道他今天要来楚华市。 上午上班的时候, 接到电话便请了嫁出来接人, 顺便就前段时间被盗的事情, 让他帮忙给拿拿主意。 当然, 让他过来帮忙的同时, 也亲密交流一下。 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娶老婆找小白老师那种, 顾家又会照顾小孩, 家务做得好的人确实很好。 可张东更喜欢激情一点的, 同时又舍不得就这么将小白放下, 再加上一些性格的原因。 于是, 就形成了站着一个, 却使不使跑外面勾搭其他人的习惯, 更何况见到老乡好, 就更忍不住了。 正探看着他们走进一家酒店, 那俩之间眼神带着暧昧和挑逗, 路人都知道这俩关系不一般。 而这个时候进酒店, 联系到那俩人之间的互动, 正探再次感慨, 要是手机在就好了, 能让小白老师过来带人, 不过, 现在回去发还来不来得及? 想想之后, 正探迅速跑回楚华大学, 爬树洞那儿开手机, 将刚才的所见简略说了下, 将那个酒店的名字也告知。 接下来小白老师怎么做, 正探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小白老师在上课, 等放学再过去的时候, 那两人应该已经办完事了。 发完短信, 正探准备关机, 没想到那边就回复了, 询问是不是某某路的某某酒店。 正探回向了下 那个酒店所在的街道, 回复了个是, 那边回了个谢谢之后, 就没动静了。 放下手机, 正探跑到幼儿园那里去看了看, 小白老师不在, 有另一个老师在代替, 听说小白老师临时有急事出去了。 黑哥, 着小猫手里拿着个本子, 叼儿叼儿跑到教室窗户边, 看着站在窗台上的正探, 打开手里的本子, 黑哥你看, 小红花加红旗, 正探看了看, 上面是一些简单的字母, 很多孩子简单的字母都写得不好, 不过, 只要写了的, 都能得红花章, 但红旗章却不是谁都能得到的, 要写正确写得好。 看着着小猫满怀期待的眼神, 正探抬手拍了拍他的头, 卓小猫站在那里咧着嘴笑, 好像得到认同和表扬一般, 不过, 正探正想着去酒店那边看看情况, 没在这里听卓小猫说话, 拍了拍卓小猫之后, 正探就跳下窗台离开了。 卓小猫看着正探离开, 脸上的笑意淡了下来, 小白老师今天不高兴, 黑哥也不高兴, 所以他也不高兴, 跟卓小猫同一个大院的蘑菇头小女孩跑过来。 卓小猫, 卓小猫, 你知道一加一等于几吗? 等于吐。 蘑菇头小女孩无语, 吐什么? 那边, 正探跑到酒店那边, 正想着怎么没见到小白老师的人, 猜测他是不是进去酒店找人了, 就看到一个身影从酒店里面冲出来, 正是小白老师, 而在他身后, 张东也追了出来, 看身上那狼狈样, 应该是慌忙套上的衣服, 还带着很多褶皱。 小白老师气得双眼通红, 喘着气, 不发一言, 被抓住胳膊后就停下来看着张东, 他不会骂什么难听的话, 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现在自己心里的情绪, 或许因为在幼儿园当老师的原因, 他无法说一些难听的言辞, 而正因为说不出什么话来, 最直接的宣泄情绪的行为就是一扇耳光。 啪的一声, 小白, 你误会了, 张东没管那个摩登女郎了, 赶忙准备找借口遮掩, 啪的一声, 又是一巴掌, 你听我解释。 张东预览着准备离开的小白老师, 再一巴掌, 抽得好, 正探看着那边的两个人, 听声音就知道抽耳光的力道有多大, 小白老师平时礼抱小孩锻炼出来的力气, 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一个酒店的人员过来推开张东, 然后劝着小白老师, 看着应该跟小白老师认识的, 难怪小白老师能直接进去抓监。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小白老师也没站在那里多说, 来了亮地是走了, 留下张东在那里被人指指点点。 至于那位摩登女郎, 正探没见到, 估计他也知道这时候还是隐身的好。 出来指挥被人说。 下午, 正探跑树里那边开手机, 准备问问小白老师的情况。 看上午那样子, 气得有些狠, 下午都没去幼儿园。 可是, 开机之后正探发现, 手机他骂得停机了, 前不久才充的五十块钱, 这么快就没了。 想了想, 这段时间没咋打电话, 短信就算发得多了些, 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停机啊。 唯一的解释就是, 发图片发的。 这几天除了短信交流之外, 发图片采信也不少。 以前怎么没觉得花费用得这么快呢? 这年头的通信远没有几年后那么方便, 几年后连个WiFi登陆聊天软件图片语音随便发。 现在可不同, 只是, 正探现在意识到也晚了。 看着手机, 正探想着今天什么时候去充个花费, 是在过去报刊厅那里搞充值卡, 还是写张匿名纸条著名手机号, 连钱一起放在带充花费的地方, 让那里的人帮忙带充。 正当正探愁着怎么去充花费的时候, 手机来了条提示短信, 正探点开一看, 上面显示刚才充值了一百块的花费, 几秒后, 又一条短信过来, 是小白老师的。 真是抱歉, 是我考虑不周了。 正探正准备回复, 那边就一个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小白老师回去后因为情绪不稳定, 给幼儿园打了个电话请假, 然后待在家里, 直到激动的情绪平静些了, 才想起来那个四个六的号码。 这几天也是这个号码发的图片, 让他知道原来自己一直被欺骗被蒙蔽着, 总得感谢一下。 发了几条短信没进回, 便直接打了个电话过去。 没想到拨打后提示对方停机。 停机? 小白老师想了想, 突然意识到, 他只去在意张东的事情, 没注意这几天发图片也很费钱。 对方发了那么多图片, 欠费停机也有可能。 于是, 他直接到楼下的一个带充花费的垫子, 给那个四个六的号码充了一百块。 楚华大学, 正探看着来电显示, 顿了顿, 按了下接听见。 喂? 喂? 请问你能听见吗? 小白老师盯着手机, 正当他怀疑对方是不是在电话前的时候, 电话里传来物体挪动的声音, 同时伴随着一些很奇怪的杂音。 那边, 正探探掏了掏耳朵。 刚才一阵风吹进来, 吹得耳朵咬, 树上也掉下几片叶子。 被风吹过来打在树干上, 发出沙沙的声响。 风吹进树洞里面, 也给手机的话筒那里造成一些杂音, 各种声音参合在一起, 于是便形成了小白老师现在听到的 无法辨认的古怪声音。 等了会儿, 小白老师依然没等到对方开口。 想了想, 他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跟张东有什么恩怨, 才告诉我这些的, 但站在我的立场, 还是要谢谢你, 就算不方便见面, 也希望你能接受我的谢意。 正探听着电话里小白老师的话, 他大概是想着支付一笔感谢金之类的, 于是正探按下挂断键, 然后编辑了一条短信发过去, 不用谢了, 好好教导幼儿园的那些孩子。 等了会儿, 小白老师回复, 好, 虽然只有一个字, 但正探相信, 小白老师是个好老师。 卓小猫很喜欢这个老师, 因为这个老师不像幼儿园里某几个老师那样偏心。 一些校领导家或者知名教授家的孩子, 某些老师就重点对待, 一些小讲师家里的孩子他们就冷淡些。 卓小猫就被冷淡对待过, 正探听他说话的时候了解过一些,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只是很小的事情, 但也可能对孩子造成一定影响。 而小白老师对每个孩子都很好, 为人耐心, 长得也亲和, 这也是卓小猫喜欢他的原因。 比后台, 卓小猫不弱, 毕竟他后面站着佛爷, 只是佛爷在卓小猫进幼儿园的时候, 没有直接站出来说话罢了。 幼儿园里一些老师也不了解卓小猫和佛爷的关系, 但若是发生什么让卓小猫委屈的事情, 只要卓小猫说出来, 佛爷绝对会拿出他佛爷的架子, 让那几个老师直接滚粗都是一句话的事情。 但卓小猫除了正探谁都没告诉, 然后某天在那个老师的口袋里, 放了一只被拍扁的蟑螂, 结果就是, 那个老师在穿外套的时候, 手伸进兜里摸出来一只蟑螂后尖叫, 当场引发一群孩子们争相哭了起来。 为此, 那位老师挨了批。 用卓小猫的话来说, 一定条件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意思就是, 自己的委屈能解决就自己解决, 解决不了的再搬救兵。 不知道小白老师跟张东说过什么, 正探没再在校园里看到张东, 而小白老师经过最初几天的不在状态之后, 也渐渐恢复过来。 黑哥, 黑哥。 卓小猫拿着自己的小本子, 跑到窗户旁边, 给正探看他这几天得到的红花加红旗双印章的好成绩, 眼睛精亮看着正探求表扬。 小白老师抱着一盒道具走进教室, 等自由活动结束之后, 待会儿教孩子们一手儿歌。 视线扫了一拳, 然后停留在靠教室后面的窗户那里。 对于那只黑猫, 他已经见过好几次了, 卓小猫叫他黑哥。 他比这里一些孩子们的年纪都大, 而且这只黑猫不会伤害孩子们, 一些孩子们也跟着卓小猫叫黑哥。 楚华大学的一些老师对这只猫也比较熟, 了解之后他也就放心了, 任由这只猫过来旁观。 阳光写照进来, 靠窗的墙壁那儿洒满了金色。 他看着那只黑猫抬手掌轻轻拍卓小猫的头, 再看看卓小猫笑得一脸灿烂, 他也笑了。 正笑着, 他发现蹲在窗台上的那只黑猫看向他这边。 那双猫眼里的神情让他心中一颤, 手中本来摆弄着的道具也不禁停了下来, 总觉得那双猫眼里所透出来的情绪很特别。 等他打算好好观察的时候, 那只黑猫已经移开视线, 抬起猫手掌跟卓小猫对了对掌, 并跳下窗台离开了, 绞节地翻过外面的围墙, 消失在视野里。 正探准备去湖边别墅那里看看虎子, 最近那小家伙长壮了许多, 成天精神充沛地到处折腾, 冯伯金一千多块钱的运动鞋被他咬了一圈毛边。 刚走到校医院那儿, 天上就开始掉雨滴, 正探只得返回, 找了个地方先躲雨, 没想到刚找到躲雨的地方, 原本刷刷掉雨滴的天气就又放晴了, 这天气他妈的在调戏人吗? 正探蹲在一个自行车停车棚下面, 心里骂着破天气, 看了看周围, 旁边一根水泥柱子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 各种治疗疑难杂症的祖传秘方, 各种半假症, 还有专业捞手机的, 主要针对的就是那些上厕所玩手机打电话, 一不小心将手机吊进去的人, 而在这些常见的广告中, 正探看到了一张新贴出来的寻狗启示, 还是清晰彩色的, 感谢您的意思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